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下有关IDF它的生产数量 还有它机尾,垂直尾翼上面机号 这部分它的流水号的规则 IDF的制造分为在原型机阶段有四架的原型机 是属于早期型的AB型 另外在后来降生计划 就是降展计划的时候 也有两架CD型的原型机 然后从1992年开始进行量产 所以92年生产了四架 93年生产了六架 94年生产了24架 95年生产了24架 96年12架 97年16架 98年24架 99年21架 量产的总数是131架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讲说 怎么会多一架 不是说130架 那是因为其中有一架出了点状况 所以汉翔就多生产了一架 补给空军 所以在这中间 有103架的单座机 还有28架的双座机 另外后来的降生计划 那两架原型机 那两架原型机也在2016年移交给空军进行战备 当然一直很多人在讲说就是因为IDF从原来预定的250架的数量砍成130架 所以扼杀了台湾航太产业的发展 IDF先天上有许多的限制 所以以空军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优先采购F-16 还有幻象2000-5 而其他不足的部分 在由IDF来补强 所以在国外的军事媒体里面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IDF的作战性能是受到限制 所以像这个是Global Security 它上面就有写说 IDF从来就不是世界级的战斗机 所以当台湾可以从美国采购到现代化的F-16 还有从法国采购到幻象2000的时候 当然台湾政府就会取消了IDF后续的量产计划 那为什么会生产131架多的那一架 主要是因为编号1417的IDF单作型 因为它在出厂测试的时候 它的起落架故障 所以用基附着陆 这时候飞机还没有交给空军 所以就用吊挂的方式 要吊到板车上面要拖回去 结果这时候缸缆断裂 导致战斗机重落地 所以后来空军就拒绝接收这一架的单作机 所以汉翔公司就多生产了另外一架 1503的单作机来交给空军 经过了几年以后 原来这一架的1417的单作机 经过了整修这些 也经过了测试 也再交给空军来负担战备的任务 所以最后总共交给空军是131架 那这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 IDF它的机尾的这个编号 跟其他的几款战斗机的编号都不一样 首先像幻象2000它的编号 上面这个是流水号 下面这个是代表它是单作机 还是双作机的第几架 所以像2013它是我们买的幻象机里面的第13架 那下面有一个EI13 那是代表它是单作机的第13架 假如是双作机就会变成是DI 那F16就更简单 它基本上就是有6开头 然后后面就是它的流水号 而IDF就比较复杂一点 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这4码 代表的就是军种编号 所以像空军它的个型飞机里面 4位数的这个都是军种编号 IDF的双作机跟单作机的编码顺序 主要是单作机它会从1401 就是14动摇开始 一直到16动摇 它把这个区间留作单作机的流水号 而双作机它是从16动摇到165动摇 从这个区间就看得出来 这个流水号它的区间是用250架来作为计算的 所以在14动摇到1599 单作机最多可以有200架 可是因为后来采购数量下降到130架 后面的有些编号就没有使用到 而在军种编号的下面这边有一个87或者88 它代表的就是民国的年代表这一架飞机是在哪一年生产的 所以像这一架它是双作机 它是1624 这是属于军种编号 那下面这一行它就是它是87年生产的 而后面这一位Dash 8 这个8是代表它是航发中心的第八种飞机 然后最后这三码就是它的流水号 所以它其实是第八种飞机的第101架 这就是属于它的编码的规律 所以像这一架1428这个单作机 它是14开头的所以是单作机 然后它在84年生产的 然后它是汉翔的 就是航发中心的第八种专案计划 里面的第46架 所以这样子介绍大家就可以清楚 为什么它有两排的数字编号 所以最后一架出厂的就是腰五洞三 然后它是88年出厂的 然后属于汉翔的第八个专案 里面的第135架飞机 所以在2000年1月15日 整个IDF所有的生产就告一个段落 后来在进行降生专案 就是中寿旗的改良的时候 有制造了两架原型机 就是腰洞洞洞五跟腰洞洞六 右上角这张照片就是当年的照片 上面这一架就是单作机 就是腰洞洞洞五 那它就是8136 就是第136架 下面这一架是双作机 它是8137 随着降生计划的结束 后来降展计划 进行大规模的IDF的升级 之后这两架原型机也要交给空军 所以后来它们的机号就分别改为 15-4 还有16-29 就是接续之前的单作机跟双作机 它的编码顺序 好了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IDF是一架标准的第四代战斗机 可是它许多的功能被限制住了 而且台湾的科技实力也并没有到那边 所以像现在它并没有自卫式的电战系统 它也没有精准打击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以空优为主 作为它的主要的任务 但是它仍然陪伴台湾 度过了1990年代空房最黑暗的时期 它也提供了台湾自制飞弹的载态 而这些我们可以把这些经过经历历史 把它理解之后 放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的话 里面有太多的技术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所以在下一代战斗机假如真的要自主研发的话 我们会面临这八个领域里面的难度都超级无敌的高 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钱砸下去 它就会出来 它就会有结果 因为有些东西汉祥跟中科院之前已经试过了 所以已经尝试过的 我们就知道那个难度真的太高了 就像织女星计划 织女星专案就是先进的发动机 大推力的发动机 或者是选己专案那个电站系统 还有中科院之前试过的空用雷达 而且是AISA主动式的向位阵列雷达 这都不是台湾现阶段的技术做得出来的 更不用讲像EOIR光电红外线系统还有资料链 这部分都要仰赖美国这些先进国家的装备才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对照IDF当年这四个子计划 还有后来的这一个外挂式电站甲舱的计划来看 IDF它本身在规划的阶段 所能做的事情就少很多了 所以接下来要研发第五代的战斗机 我们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然也有朋友留言说 巨人要不要让我们爬上来 我相信经过这几年大家的努力 台湾在外交关系上面已经获得很多的进步跟突破 或许我们真的要跟韩国学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整合别人的装备 做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机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万一真的不行 我们真的要以美国的F-35A还有F-16V 这两种飞机作为我们下一代空军整个机队的主干 少量的F-35A当作我们的打击主力 大约30架到60架 其他的战机全部都改为F-16CD Block 70 这种最新的F-16V的构型 这种属于4.5代的战斗机 最适合台湾来使用 它整个效益跟后勤统一的便利性 再加上它无与伦比的战术弹性 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组成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